再跌落山坡 撞到圍欄才停下 司機自行報警求助 沒有人受傷 警方一度將來回行車線封閉 將攝氏的車輛由拖車拖上來 港島山頂道星期六晚 亦都發生類似的事故 造成一死一傷 出事的私家車和小巴相撞之後 撞毀山頂道的圍欄 跌落下面的橋覆道 男司機受傷送軟 女乘客雙重不治 有專家說不少防撞欄 兩邊都設有斜台 設計有優點也有缺點 盧國強說可以改用 風琴式運營土的防撞欄 減低對司機的傷害 無線電視機